嗨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讲讲大豆,英文是bin或者是soybin 中美贸易战呢现在打得正火 飞机和大豆是中国的两张王牌 所以这一期我们讲讲大豆 但是我不可能讲得更深了 因为大豆之战还牵扯到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欧洲还有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 这里面还有全球的政治问题和金融问题 如果我要都收的话50分钟恐怕也不够 那么这一期呢我只是集中在两点上 一个是大豆它到底能用来做什么 第二,美国它怎么就成了世界大豆产业的霸主 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先说说大豆的用途 第一,它可以吃 这个我们都知道吧 它可以做豆腐,豆制品 第二,它可以榨油 比如说豆油啊,干油啊 第三,它可以用来做一些工业上的制品 比如说油漆 还有加了一些其他东西 它可以做成人工橡胶 这里面有个小故事 在1919年当时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呢 拿着一袋大豆扔到了实验室里 对着研究人员说 嘿,你们都这么聪明 你们看看能用这个做点什么 结果这些人他们还真的挺聪明的 他们先将大豆做成了塑料 然后再用这些塑料呢 做成了一些汽车领部件 他们真的最后做成了一辆大豆汽车 第四,也就是最最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的豆渣可以做动物饲料 豆渣就是上面我们说的这些榨油的东西啊 剩下来的 这些东西可都是优质蛋白 它做动物饲料可以喂鸡,喂猪,喂牛 而且这样的饲料它是不可替代的 就是说你在其他的地方 你找不到可以替代它的东西 这个太厉害了 好,第二个话题来了 这个话题比较大 就是美国它是怎么当上 世界大豆产业的霸主的 要知道大豆的种植是起源于中国 美国人接触大豆呢 已经很晚很晚了 在1850年 当时美国人拯救了一艘日本渔船 日本人为了表示感谢 说太好了 你们太谢谢了 送你们点大豆吧 可是你要知道 美国人对豆类食品 它是不感兴趣的 所以当时呢 在美国也就是种着大豆玩玩吧 根本推行不开 不过啊 没多久 美国就开始对大豆进行一些研究 当时的大学 University of Illinois 他就出版了一个论文吧 就是把豆浆和牛奶的营养成分进行对比 在1904年 美国有一个化学家叫George Carver 他发现大豆不仅是蛋白质和石油的重要来源 而且特别有利于保持土壤 也就是说呢 农民他建议啊 农民前两年种大豆 第三年种棉花 然后这样往返 这样特别对土壤特别好 而且对这两个产品的产量也都能够提高 而且更为可贵的是 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 大豆是作为动物饲料 它的价值是非常宝贵的 因为全世界都需要动物饲料 所以美国大豆 它一开始就面向的是世界市场 在1919年 William Morse 有一个人叫William Morse 他就成立了美国大豆协会 叫做The American Soybean Association 简称ASA 这个William Morse很了不起 我觉得 在十年以后 也就是1929年 他来到了中国 他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 收集了上万个大豆品种 然后亲自带回美国亲自进行筛选 你想他选的都是最好的大豆品种 然后把这些种子在美国进行推广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 美国大豆产业的基础 你看它打得非常的好 后面的腾飞 我把它归结为四点原因 第一就是农业的机械化 它程度非常高 一个人开着机器 可以更做上万亩 第二个就是政府的大力支持 它有补贴 第三金融交易上的组织化 最后一个就是转基因 转基因你不要听着害怕 其实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除草剂 正是因为美国利用了 转基因大豆 它才对一个高效的除草剂不怕 所以它才能够大幅地提高它的产量 现在美国生产大豆的州呢 主要是集中在中西部 比如说Illinois Iowa Minnesota North Dakota Indiana Missory 和Ohio 节目的最后 我们说两句中国的大豆 中国现在大豆是超级消费大豆的大国 可是它自己的产量只能达到20% 剩下80%都需要进口 我想这是原因很多啦 但是至少有一点应该是比较肯定的 就是大豆在中国它不算是口粮性植物 就是不是小麦和稻子什么的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不是很受重视 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下期再见 拜拜